现年69岁的巴金原名叶敬生 曾自封《香港最丑》人 90年代评周星池电影《时神》一句经典台词 自从佐腊尿牛丸后 次次考试都得100分爆红 成为周星的御用丑爵 其招牌东姑头级独特的长相 另观留下深刻印象 阔别香港目前多年的巴金 早与28岁儿子巴子叶小婷出席 有人聚会 郁大郁子的巴子 更与向华强儿子向左 以及台湾哥肖静腾有几分相似 巴金的儿子外表 从小就父亲大乡静庭 五官深邃又斯文 童年时相当可 渐渐长大的巴子 留长头发染成金色 多了一叛逆味道 而最近在网上流传的片段 见到巴已变回黑发 虽然仍然留长头发 但瘦削脸颊 令官更立体 帅气十足 巴金与儿子一起坐 旁边宾客就举杯向二人敬酒 巴子笑容满脸未有 聚而巴金则以果之代替 巴子见对方豪迈 杯就摆出抱拳手势以示敬意 表现出教养 长居观的巴金 除街拍电影及综艺节目外 先后头服装 洗头水及沐浴录生意 自2020年底起又跟有人 火大搞网红电商生意 生意愈做愈大的巴金 内地持有几间公司 包括曾投资网络大电影的 暗影业 专营洗护产品的 八两亿足科技有限工 他接受访问时 曾透露内地生意上轨道后 便会洗头水生意引回香港大展拳脚 亦友谊开半字 网站拍连续剧等 不过巴金早年 曾在亚洲金风暴中投资失利 导致破产 星岛头条APP经意推出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